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直通中国Lindy Chen的频道,我是Lindy Chen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关于从中国进口产品的相关知识 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与大家分享了应该给供应商提供样品还是雏形的问题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和中国的供货商谈判呢 在此视频中,您将学习如何与中国供应商进行谈判 我们都喜欢在亚洲国家的市场上讨价还价 在零售市场,卖货人一般喊价很高 你也可以与他们就地还价 这会是一场比较有趣的经历 那您是否知道,在与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易中 通常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呢 供应商通常会在开始用较低的报价引起您的兴趣 然后随着谈判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价格 许多新方商人人际关系不好 受到了不良待遇或最终得到的是不合格的产品 是因为他们在开始谈判时就大砍价格 甚至有时候他们在没有看到样品前 就先断定了该产品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然后就开始砍价 而核心问题在于 企业与企业的谈判中 我们至少要获得六个以上的报价 才能确定相对公平的市场价格 并且如果您的首选供应商在您的目标价位附近 那就应该不是以降低价格来进行谈判 而是以更好的产品质量 更短的生产时间 或者是更多的产品功能方面进行谈判 在选定供应商之后 如果您对他们的信誉和产品价格感到比较满意 而且搜到的样品也达到品质标准 那么下一步就是与选定的供应商起草并协商采购订单了 大多数供应商都倾向于采用宽松的约定来提供产品 因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责任 我建议您通过起草适当的采购订单 来作为您进口商的风险降至最低 采购订单需要包括以下领域的条款 质量控制条款 付款条件 模具的所有权 包装要求 质量问题和交货延迟的处罚条款 其他任意单一项目的其他附加条款 采用我们直通中国多次使用过的采购合同文档 可以为高效有效的生产和进口流程保驾护航 我们在直通中国上使用的采购合同模板 是经过测试和证明的文档 可以在正确的时间 帮助您将正确的产品交付到正确的位置 您需要为自己的订单 创建一个定制的采购合约吗 如果是 请立即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帮助您完成整个过程 我和我的直通中国团队 非常感谢您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并且想要了解更多有关该视频的信息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联系直通中国网站 www.chinadirectsourcing.com.au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 欢迎从我写的书 从中国进口 如何开展您的进口业务中 找到答案 请通过www.inputingfrom.china.com.au 购买我写的书籍或是DVD 并祝您从中国进口好运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www.inputing.com.au